目前呢,就是我们团队主要是做一些这个区块链行业的一些案例,包括这个数字资产相关的,有一些数字资争议,投资的纠纷,目前我们也处理了很多这些项目的投资纠纷,一些带头,一些争议,当然我们也带领了很多这个传销的这个辩护的案件,包括这个全网第一的比特币侵权第一案,也是我们团队来带领的, 这是我们团队的一个基本情况,然后另外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plus token那个项目,一开始其实这个事情出现之后呢,其实有很多拨人找过我们,既有媒体这块,朋友这块有问题,有咨询,也有一些这个他通过公号,或者通过媒体朋友去找到我们想了解这个案子的情况,我们前前后后呢,也接触了几波,包括后来那个就是讲解的,我们也是年前的时候有过联系, 那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也是最近了解了,咱们这个案子目前已经交到法院了,那其实这种情况下,其实留给大家的时间就不多了,所以呢,目前呢,我们是这个就是,我先说一下这个,我们对于这个案件的一个基本了解,基本了解,因为你后面的方案的话,基本就是,就是有一个基础,这个基础就是你对于案件的一个基本情况的一个分析, 是这样子,就是因为我们也呢,其实这案件,因为我们目前,你把这个调一下精英版,我这边有点砸了,我们团队呢,目前在处理另外一起,跟咱们这个案件很相似的一个案件,那个案件叫波场超级社区,它也是一个钱包,差不多,只不过那个钱包呢,它只用这个TRX,就是波场币, 但是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模式基本上是一样的 我们对于这个案件的看法是什么呢 就是不管是这个播厂的一个超级钱包也好 还是这个plus token也好 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它确实是有传销的一个形式 但是实质上来讲什么呢 它是以传销为手段的一种诈骗 以传销为手段的诈骗 因为本身它这里面 它存在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其实就是说 它有非法债的目的 你可以从一些情况可以体验到 包括就是说 这个钱其实本身并不是 所谓的存在我们的钱包里面 你们从OTC火币买完这个币完之后 你只要一旦存入这个plus token 基本上这个钱包 这个钱就不是你们的了 因为你们没有这个钱包的一个私钥 这个资产进入这个plus token 它这个钱包之后 相当于就是说 你把你的资产去证管它 那么在你账户上 其实体现的就是一个数字而已 你也会发现 你登录你的plus token这个账号 其实你只需要账号密码 你往外去转你的数字资产的时候 你是不需要私钥 那我们知道你用区块链的这个资产去转的话 一定是需要私钥 如果你不需要私钥的话 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说 你钱包不在你手里 钱也不在你手里 也就是说这个钱本身 其实并不是像传销一样 它是有上下级 你的上限 你把钱交给你的上限不是这样的 其实你们所有人都把钱存进了项目方 也就是plus token 这块 然后另外呢 这个plus token 这块 它会虚构一些项目 比如说这个他们的智能翻转狗 智能翻转狗 这所谓的这种翻转套利 这个翻转套利明显就是假的 因为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 关于这个翻转套利这个市场 包括量化交易这个市场 其实它的一个利率本身就是很不准的 它的一个收益本身就是很不准的 而且很低 但是它已经把这个比例放得非常高了 对于你们而言 一个就是说持币升息是一部分 另外一部分就是在于就是说 你们要去运 给自己的这个有人加密进来 然后可以去拿提成 所以它是一个传销的外议 它是一个成交的外议 那同时呢 因为它有一个非法没有的目的 它又使用了诈骗的手段 那其实我们对于这种案件 尤其是B圈这块类似的这种案件 我们的这个观点 还是认为它不仅仅是传销 它是传销 它同时呢 其实这个核心的几个人 它还是急着诈骗 其实就是说 它一开始就是要赔大家的钱 这个是有明显的一个区别的 因为传销的话 它一定是 它通过传销组织的一个运转 去实现它盈利的一个目的 但是这个诈骗是不一样的 它从一开始就要去骗你的钱 至于它给去 给这些会员去发号的这个分红 也是为了新的去引进其他会员 去吸引其他的会员 所以这个案件 你本身来讲 其实我们用一句话来说的话 其实就是说它就是以传销为手段的一个极资诈骗 以传销为手段的一个诈骗 那么根据司法解释来看呢 如果说它既构成这个传销 又构成极资诈骗的话 那最后是要以极资诈骗去定型的 定罪量型的 那这里面为什么要去争取这个案件的定性呢 因为定性的话 可能会就直接影响到 对于这个资产的一个清退的问题 因为正常来讲 大家应该都多多少少听说过 如果说它是判了一个传销的话 这个钱可能就是充功了 就上奖了 就跟大家没什么关系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是什么呢 那如果你是急得诈骗的话 对于大家的身份 大家的身份就是 受害人或者是进行参与人 这种情况下 你们的资产可能会做清退 这是一个诈骗 另一个诈骗是什么呢 就是我们一直以来 其实对于传说大线的处理 大家可以看一下 长哥来讲的话 基本上都是充功 不存在清退的问题 因为司法普遍在传说大线里面 它不存在受害的人 大家都是参与人 所以就是说这个资产不会清退 但那个也是之前比较一刀切的一个做法 现在的国家这两年也不在 在不断的出台一些规定司法解释 你们可以看到在一些案例里面 即便是传销案件 也有可能是在清退资产的这种情况 这是案例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就是一个基本的一个法律的方法 另外一个就是我也感觉的就是说 你这不太吵了 你把那个精英调一下可以吗 大家可以听见吧 能听到 可以听见 另外一个就是 基于前面的这个问题 其实案件就衍生出来两个层次的问题 一个就是说这个案件本身的难度 我一定要去告诉大家一点 就说这个案件难度是很大的 因为一开始这个事情 其实我们未来要做的事情 其实是过于一个资产的清退 那你资产清退 一个最明确的思路就是说 这个案件的定罪量性这块 定性这块 它怎么去定性 它到底是成销 还是那个急事大骗 还是两种多事 还是说它就是急事大骗 这个东西的定性 就决定了大家的身份 大家的身份 就决定了大家有什么样的权利 这是一条线 它是不存在其他问题的 那个压力本身的问题就是说 难度存在低一点 就是它本身定性这块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就是 第二个问题就是关于 资产处理这块 大家最近应该有听说 关于艺术宝 艺术宝 目前已经在开始 不断的去做一个清退了 大家可以看到 艺术宝这个案件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的主犯的定性这块 既有质量诈骗 也有非法吸收公路出款 但是这个案件 是非常大 大概有700多个亿 全国的话 大概有几百万人去参与 所以当时是国安部 其实联合了这个银行 去给大家做一个资产的清退 但其实对于我们而言 其实我们也希望去走到这一步 因为目前据我们了解 Plast Token这个项目 在讨厌这个社会上 其实本身也有几百亿的涉案资产 会员人数也比较多 大概一两百万 甚至有一些境外的都有 那其实我们也要去往后努力的一个方向 就是说我们有没有可能像伊斯堡那样 大家的身份 包括会不会的一个清退 能像伊斯堡那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个是我们需要去 你要通过这个大的层面去看的一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伊斯堡这个事情 为什么就是它本身这样去处理呢 其实它这么处理的话 它是一个多影的局面 第一个投资人把钱拿回来了 第二个国安这块 包括国家这块 大家会觉得 确实是保护老百姓的权益了 而且另外法院这块 本身也办了一个大案 其实这是一个多影的局面 那你未来如果说 作为咱们Plast Token里面的 这些投资人而言 你们先把钱拿回来 一定也要往这个方向去走 一定是走向一个多影的局面 这样的话 他们才有能力去说 OK这个定性是不是有些问题 这个钱我们是不是要清退 如果说大家 目前你要揪着其中某一方 比如说我要揪着这位公安这个事办得不好 这个没有意义 第一点 它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帮助 第二点 这个事情没有任何的意义 所以如果说大家 想要去把这个事情给你推动 而且达到一个目的的话 那我们一定要去追求的是一种 多影的一个局面 国家愿意出来去关注这个事情 领导愿意去关注这个事情 领导愿意去给大家争取这个权益 法官也认为 大家这里面很多都是受害人 然后国安这块案子办得非常漂亮 法院这块案子办得非常漂亮 这种多影的情况下 你才有可能 你要知道这个里面 你们应该自己非常清楚 这里面是你的这个 这个投资人的人数 以及金额是非常大的 你后面这个清退工作 是一个非常庞大的工作 所以就是说你怎么样 大家本来就是 如果说这是比传销的话 可能后面就 没什么事了 按照一判 之前上诉的话 那是不上诉的话 这样就结束了 它是一个非常直接的问题 一定要透过这个现象 去看到这个本质 如果你是觉得这个事情 谁做的不对 去找谁 这个一定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那你完全是想看了这个案件的一个难度 那第二点我想说的就是说 目前如果你这个案件 你进一步往下走的话 一定会面临一个巨大的压力 这个压力呢 记忆体和文件本身 同时还体现在两方面 一个就是说 你们也会有压力 就是未来就是说 如果你咱们这个事情 我们往下走的话 后面会想一下 我们大概的一个方案 另外一方面 我们律师这块也会面临非常大的压力 不光是要跟你们去共通 不光是这个 可能后面还有很多投资人会去找我们 甚至于就是说 有可能会有一些 其他方面的施压 都有 所以这个事情 我们前前后后接触了很长时间 从立案开始 我们不断去接触这些投资人 投资人不断找到我们 我们也是直到最近 包括这个就是 这个两天 假期结束之后 我们团队也开了一个会议 去讨论一下这个事情 我们还是去想 这个事情 如果是能帮大家去做一些事情的话 我们愿意帮大家去做一些事情 这个解释之前 我跟那个讲解 我沟通的时候 我去传达了一个观点 因为之前 我跟他沟通过很多次了以前 这是这个案件的两个层次 那其实往后讲的话 那我们团队啊 目前就是对于这个案件 基本的一个判断就是 如果我们后续想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那我们的一个基本的基调 一定是这个案件要高举到哪 一定要高举到哪 如果你只是这个小打小闹 比如说我只是 就是委托个律师去建议一下法国安 别方向交个材料 这个问题没有任何意义 我也劝你 不要浪费那个时间 那个东西可能 并解决不了你的本质问题 它不是所谓你的意志文书 或者你去一趟就能改变的问题 因为这个案件 它有一个基本的定性 基本的定量 这个时候下 你如果说你只想通过一个 我发个文书过去 我去一趟 你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你不会改变任何东西 所以就是说 往下面来讲的话 其实我们去处理这个事情的方案 就是一个 我们要去借助多方的一个力量 去处理这个事情 一定要全盘的去考虑这个事情 因为本身如果说 你只把这个 咱们的这个功夫 或者是咱们的这个力量 我们就要去找法院 你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这一定是解决不了问题 我们一定要去 合理的借助多方的力量 我昨天大概讲到了几点 我跟这个讲解也说了 首先第一点 其实大家之前可能不相信 这个plus token 目前它仍然有很多钱 还是展览的 这个资产 住质资产 比特币 以太坊 据我了解的话 可能比特币 柚子和以太坊 大概都有几十万 都有几十万个 然后这个包括比特币 可能也有几万美 这种钱其实都在外面 这个钱是什么呢 目前仍然有相互方掌控 他们目前应该是找了 这种洗钱的人去洗这个钱 我之前呢 其实就是说 我想说的第一点 就是说第一方 其实我们要去借用这个技术的力量 比如说我们会去找一些区块链 他们对那块都有一个监控 我们可以去 比如说我们去找他们去形成一份报告 形成一下目前关于这个plus token 目前在外面仍然怕了多少钱 因为你所有的链上数据是可查的 你们所有人当时从国币OTC去买的一些币 冲入到plus token 它都有一个链上的地址 它都有一个链上的地址 我们通过这个地址 就可以追踪这个钱 但是目前plus token 它本身其实是找了非常一个 专业的洗钱的团队去洗这个钱 他们的洗钱的手段是非常非常的复杂的 未来的话大家有兴趣 我们也可以去给大家看一下他们洗钱的过程 是非常可怕的 但是什么呢 就是目前我们基本了解来看的话 基本上这个行业都会认为 就是目前plus token 仍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资产都在外面 这个钱就在钱包里趴着 那怎么去追这笔钱呢 一定是这笔钱未来它要去变现 它把这个钱转到交流过之后 那我们可以去OK我们去联系法院 或者联系那个其他的司法机关 我们要求交易所去协助把这个钱冻结 因为这个钱本身它是算的资产 但这个钱目前还都在外面 这样的话其实就是说本身 我们把这个材料 比如说我们写成一个报告 我们未来去交给法官 这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就是法律方面的一个支持 这块的话既包括律师 也包括专家 可能未来就是说我们可能会去请一些专家 对这个案件进行一个论证 因为本身目前这个行业里面就是 包括这个传销币呀 大家可以看一下 之前我们的很多媒体 我们一起在做这个19年 18年的百搭传销币 其实很多都是类似的情况 其实我们的额点 对于这点的话 我们一直认为它有些只是利用了传销的手段 但它本质上就是金字扎骗 所以有没有可能 那行业这块呢 其实大多数会去判这个传销 但是也有几少的一部分 会去判金字扎骗 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我们公众号的文章里面也有写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你们可以去看一下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我们利用专家的声音 去比这个事情 有一个初步的一个结论的话 但我们把这个意见交给一个法院 也会去影响 有可能法官也会把它作为一个参考 这也是一个 第三个就是说 我们也要合理的去 我们是申请一些媒体去关注 因为这个项目 本身前期我们也了解到 包括一些传统的媒体 比如说财经 这些媒体 他们一直在看这个事 另外呢 包括一些机关链的媒体 也关注这个事 其实我们未来也会去 因为我们不管媒体的关注 相当于比较好 我们会去申请这些媒体 OK你对这个事情 能不能关注一下 其实也是呢 去推动这个案件 能够去公正公平公开的去处理 因为咱们这个案件呢 从一开始到这个立案 把这个人抓回来 当时其实这个声音是蛮大的 但是立完案之后 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就有任何声音的 没有任何的声音 因为如果我有声音的话 我们知道 这里面生意到这么多人 生意到这么多钱 你未来怎么去处理这个案子 当地是非常有压力的 这一次我要前提到一点 就是说 本身其实你前妻 你不管是公安也好 不管是检察院也好 其实他没有办法 对这个案件 有一个最终的定性 最终定性 而且最终的资产处理 一定是法院就说出来的 法院就说出来的 那这种情况下 其实就是说 你之前的公安也好 检察院也好 都会去吃米粉丝 他们可能也不太会去 愿意跟你们去沟通 但是目前如果到了法院阶段 其实这个压力目前全都在法院了 全都在这个法官身上 因为这个案件 这么大的金额 涉及这么多人数 涉及这么多的地方 所以这个法官怎么去判 这些人怎么去定罪 那实验的制裁怎么处置 法官这块压力非常大 那这种情况下 如果说 但是目前呢 其实并没有人去找这个法官 法官虽然有压力 但是目前法官不知道压力来自于哪里 法官也不知道 就是说 这个事情就是 OK那些投资人 你们有什么看法 你们有什么想法 你们也没有去找人 去跟他去交涉 跟他去沟通 所以就是说 为什么你们要去 我们可以去尝试去 委托律师去 包括到律师去提交法律意见 同时呢 我们所有投资人 我们可能可以写一个情愿书 我们要把我们的诉求 把我们的想法 和我们的意见 合理的合法的 按照我们的强力 去传达给这个法官 甚至于就是说 我们未来也可能 有一些部门的领导 他直接 他的主管单位 一些部门的领导 一些地方的领导 那他们也去知道这个事情 知道这个 大家其实 目前很多受害人 他在去关注这个事情 他希望 最后最后 最后这个法院去 对财产处置的时候 能去考虑我们 这个一定要有一个 你们发生的一个渠道 一定有一个发生的渠道 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发生的话 其实这个事情 那后面就是判了 判完之后 他们不上诉 这案件就结束了 这些案件 如果一审判的话 你后面基本上 就更难了 基本上就不存在这个 我觉得是 就难以上今天了 所以现在其实是 你要说晚的话 不算了 你要说着不着急 确实着急 这个一审的审限 是三个月 你们可以算一下时间 这案件基本上三个月会审结 但也有可能会去延期 延期要取决于 这个案件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所以呢 就是说 你处理这种案子的话 其实就是说 如果 我是想我们当然没有问题 就是说 如果大家最后 就是说大家认为 我们现在已经非常 经济扩展了 没有办法去请律师了 你们俩去做什么事情的话 你们仍然可以找我们 我们仍然可以去帮你去 我们给你提供一些咨询 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这个案子 我们本身 我昨天跟讲解讲的是什么 因为本身 这个行业里面 这种事情非常的多 然后这种事情 其实最后处理的话 其实本身 都不是非常多 其实这个行业 就越来越乱了 那其实我们本身 其实 我们是靠这个行业 我们本身是在这个行业里面 已经干了两三年的律师了 其实我们也希望 这个行业越来越好 所以这件事情 为什么一直一来 有很多人找到过我们 我们不厌其反的 我们一遍一遍地去分析给大家 去指导大家 其实就是说我们也希望 为这个行业做一些事情 其实这个是我们目前去考虑 进入这个案子的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 一个考虑 这是刚刚我说的三点 第四点就是说 你们投资人也要对外去发声 你不管是通过律师去发声 还是说你们共同抄理 就是你们的一个请愿书 你们要去把这个东西交给法官 让法官去听到你的声音 让法官了解你的情况 因为据我了解 其实这个项目里面 邪国当里讲 本身他呀 本身他就是受害人 他就是自己的钱在里面 他也没有任何的下限 我基本上 我用了我亲戚朋友的账号去注册了 都是自己的钱 那你进去以后我也没有下限 那我也没有去 我甚至也不知道这是传销 我也不知道这是违法的这个活动 万钱存进去了 那其实目前你就是被骗了 对吧 所以就是说 你要从多方的力量去 我们要联合多方的力量 大家都要去出自己的力量 你把各方的力量聚集到一起 这个事情才可能有转机 你不然的话 只是这个所谓的 你这边单独请个律师去做这个事情 因为我们已经处理过这种事情 太多了 我们见过太多了 不光是这个区块链行业的 但有一些事情 因为现在P2P比较多 之前P2P现在清退 很多都是这样 你如果只是简单的 大家去想 理想到人家就认为 你这个东西你处理的不对 或者怎么样 你去找一下 其实这个东西 你也就是折腾一下 它可能 并不会有什么结果 并不会有结果 这是我要讲的第二个部分 第三个部分 其实就是说 大家肯定比较关心的 就是一个收费的问题 其实我之前就是我们 这种类型的案件 我们的收费标准 其实一直都很低 我们的收费标准 其实就是 你前期就是 以你的受害的资产的百分之一 作为你前期的律师费 你前期是一万块钱 你的律师费就是一百二千 所以就是说 这个钱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保证我们后面 我刚才提到了很多措施 我刚才提到了很多力量 我们要去呛 我刚才提到了很多措施 我们要去采取 其实这个钱 我们本身 说实话 我们做这个事情 第一位的考虑 并不是说 我们要去赚这个钱 因为这个钱 是本身就已经很少 本身已经很少了 其实它根本就 因为你未来 包括拆旅费用 包括一些 如果说我们要去找一些 区块钱技术公司 给我们出一些 关于这个资产公司 这都是要有费用的 都是要有费用的 那如果这个事情 我们认为什么呢 就是要做的话 一定是全方面的铺开去做 如果说你只是简单的认为 就是说 我只是去给法官 递交一个法律意见书 这个东西其实我 这个你可以去做 但是基本上 那个东西可能 成将是微乎其微的 定时要做的话 一定是团队考虑 你一定要打一套主要权 一定要打一套主要权 一定要按照主要权 一定要按照中班的去 怎么去使用咱们的一些 我们怎么去合理的去威权 合法的去威权 怎么去合理的去使用 我们有的一些资源 要撬动我们的 我们有的资源 去把这个事情往前去推动 这样才会有一个结果 才会有一个结果 因为这个案件 真的难度是很大的 难度是很大的 所以就是说这个 基本的费用呢 其实我们第一位的考虑 也不是说去 去做一所为律师匪 而且本身 这个钱未来后的话 我们可能要往外去支出的 你拆取费用也好 还是第三方的费用也好 其实都要从任何去出 这个事情如果你不做的话 其实不行 你那个 我们只是做一些 因为这样的工作 可能对这个案件 并没有很大的帮助 这样的话 其实大家可能要钱了 我劝大家还是 不要做 这样的话 就是说这个问题 我要跟大家说明白 另外就是说 把大家 我们愿意跟大家 去把这个 所谓就是我们要 风险度的第一共享 如果大家未来 拿回来钱的话 比如说 给我们百分之十 这样也可以 这样也可以 但是又一定是 前期加后期的 我们没有办法 因为这个点子要做的 我们前期是 我们要是 我们前期大概要安排 斯道普来 去做这个事情 去介入这个事情 所以就是说 我们来基本的 都改不了 这一定是前期加后期 这两种方式 好吧 我先这样 大家有在听吗 在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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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边基本上就是 把我刚才 这样子讲得比较多 扫子有点哑了 就是我把这个 基本的情况 就是 跟大家说了一下 说了一下 大致的一个思路 大家就肯定不是这种思路 但是基本上是 目前我们基于 这个概念的了解 以及我们去处理 这种类似的一个经验 我把这个 基本的情况 跟大家已经说完了 大家有什么想法 有什么问题的话 可以直接问 好吧 我想问一下 官司 我意思是这样子 官司 您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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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听到了 我意思是 你大概是判断 如果打这个官司 善的概念有几次 我想我想 我想 这样 就是说 关于这个问题 其实很多人都问过我们 这个事情现在是这样的 首先我作为律师而言 不管是根据我的职业道德 还是根据我目前 对于这个概念的了解 其实我没有办法 对大家去做一个承诺 或者是保证 另外的 关于这个 就是说 我没有办法去给你保证 这个东西一定会去怎么样 因为这个东西 其实最终去做出裁决的 虽然是法官 但是呢 它仍然存在很多的变量因素 它会受很多情况的一个影响 这个概念一定是他们 自己研究过的 你要怎么去改变他们的思路 它是需要你做大家的工作 就是一方面 另外一方面 其实关于这个继承法 我是觉得那样什么 其实很多客人会问我这个问题 但是我们会怎么去说呢 因为 我即便说是有这个 两成把握 那你都成了 成了 那怎么说呢 不成又怎么说呢 我说我有八成把握 那最后没有成的话 成的话就是八成了 就是什么的 其实很简单一个道理 你不要想再复杂 其实就是你目前 你被骗了一百块钱 你愿意不愿意拿一块钱 去追一下这个钱 就是这个问题 它是一个机会成本的问题 机会成本的问题 它不是一个从他把握的问题 我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 因为这个事情 它的牵扯面太广了 几百亿的资金牌 几百万的人 目前那个案件 也就是不管主板 又是各方都去关注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对这个事情 去做一个 就目前这些的 我跟你说 它有多少成把握 我希望你能理解这个问题 而且就是说 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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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肯定 难度 是肯定大的 所以我一定要非常坦诚的告诉你 这个事情 我没有办法 我们一定会达到什么效果 但是我们能做什么事情 那是一定非常明确的 你明白了 就像律师的 你们有没有打官司的 像这个资金牌 不是 你不是说 你们几个官司在搞 我给你强调一下 这个东西 不是说 是跟谁去打官司 你们目前 你没有这个身份 你没有办法去打官司 甚至于就是说 如果这个案子 后续开庭的话 有可能 我们作为投资人 我们去跟法院合同好了 法院允许 有几个代表 你去参加这个情绪 但你也提到 你在诉讼里面 你没有议委 你没有你的身份 所以自然 不存在 所以你要去打这个 官司 好了 然后我们目前 公司在处理的是 一个部场合体社区的 这个案子 目前也还没有结果 也在处理 也在处理 但是是目前什么的 大家其实这个就是说 一个就是说 这个案子的定性上来讲 就是这些主犯 他们除了这个 所谓的传销之外 有没有可能 还过头支架电 另外一个就是说 这个资产精神 我怎么去处理 就这两个 就这两个 郭律师问一下 这个多厂币 现在到哪一步了 多厂币出事 比普拉斯还早一点 这个案子目前刚到检察院 刚到检察院 刚到检察院 年前的时候到检察院了 检察院最后给退补了 退回补入政策了 这一次是第一次退补 那这个案子办的比较详细呢 我们这个事儿 出到后边的 现在都到法院了 进展如菜 为什么有一些问题 我们了解得清楚 是因为我们前期 我们代表这些投资人 去过这个竞争这块 我们也联系了自己的负责人 我们也去责访了 联系了检察院 后面我们也联系了法院 这个事情 基本上大家也知道 目前这些投资人 给托了律师去出了一个设计 哦 是 那个 这个波厂 它通过定性是传销 是非马基斯 是诈骗 一样的 它前面定了一个传销 一个传销 我们后期要在法院那块去 采取一些措施 哦 那国律师 性质是一样的 基本上 国律师我想问一下 你们这个律师 能不能就是奉行 奉行代理啊 因为我上次 能不能就是奉行代理啊 是这样的 我刚才就讲得非常明白了 这个 我不可能是全奉行代理 因为这个前期 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的精力 一定是前期有一个基本的 所以我刚才已经提了 就是百分之一 后期的话 大家拿回钱之后 再给我们一个比例 比如说百分之十 对啊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奉行 就开始呢 就是我们就是承诺 给一部分钱 剩下的 到时候根据整个案情状况 然后再加个奉行 就是说一个基本保障 是这样的 我刚才说的 你这样 如果这样的呢 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啊 因为这个plus 就是当时 好多人啊 在投入的时候 好多资产 全是就 卖了身家生命 包括好多自己 房产啊 还有银行贷款啊 都放进去 我知道我知道 而且我前段时间 还跟好多就是 比较啊 就比方说 按照plus里面 那个所说的那个 创世啊 等着他们有级别的 或者赠到钱的人 他们也愿意出来 因为现在 现在警察在找他们 他们现在也愿意 也愿意出来 然后就是找律师 来共同来把这个事情 给给他处理掉 所以说我就是 以他当时谈到了这个 奉行代理 那奉行代理 我们说你刚才律师 我们就 我们说啊 他也是个职业 他也要严价乎可 人家也要挣钱 那就是说 钱是你这个费用 肯定是要给部分 但在这个技术上 然后剩下这个奉行代理 那我们看看 那怎么来来搞 因为我先这个案件 就刚才你我我成了啊 你叫就哪怕讲句不好听话 叫民之不可为而为之 你现在到了这个地步 如果说你再不出来 共同来把这个权力去组长一下 去维护一下 那你就是任人警方宰割 那就是你要么就是默认了 要么就是承受下去 是的 那这在这时候就是一步 大家共同谈起来共同一步 对 该找律师的 那我们就是律师看怎么谈 这是一 第二维权的方式 哎 无论是就是去其他的途径呢 去审数啊等等 那几个配合律师来干这个事情 你包括媒体啊 包括那个那个 这个中央等维护部门啊 对吧 那就是说 那律师的指导指向 然后我们来共同把这个 就要打一张漂亮的战役 哪怕这个战役 最后的盛产机会很小 但是我们要去做 这是我讲的 对 我讲的一点 第二点呢 第二点呢 就是我们这家plus这里面 其实 呃 我前两天一通过一管律师也在咨询了 其实他们也说了 呃 警方就是寄传销之名 其实就是做毛死呢 其实就是在搞钱 呃 这个我们基本上也是比较认可的 因为plus这里面我们看了 他现在项目方他不缺钱 他如果要是如果说是是资金盘的话啊 就是上价拿下价的钱 那现在肯定缺钱 但是通过我们所调查了解 确实 项目方不缺钱 哎 因为他为什么 他这个 在交易所 在区块链这一块啊 在数字货币这一块 他们通过智能合约 做多做空 操盘 他们确实能挣好多钱 能挣好多钱的 现在都是 呃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 因为我们现在好多资金 我们通通交易所买的数字资产 也并不是说 交给上价 而是是交给项目方 项目方直接拿我们的数字资产 在各大教育所 在做智能合约 然后他把他挣到的钱 那分50% 这50%怎么分怎么分 这是刚才说他的模式 那在这这一块 他还有矿机挖矿的费用 矿机挖矿的手益 呃 还有就是那个 他的就是用品手益 还有就是他 他那个那个 他的臂质 整整整手益 那就是说那你这个 你就不能全部 他的手益 你不能按照什么 传销那种模式在干 所以这里面好多的疑问点 因为我我这个 我我我整理了一部分资料 所以说一下 那回头我家里微信 到时候发给你 你看一下 因为我感觉到这个这个里面 我同意你的说法 嗯 因为你看 本身里面 年轻后后 我感觉很常熟 这个基本上 大致的情况 您说的基本上我也都 我之前了解过 而且我也认可您的这个 一些想法 然后 两个问题啊 第一个问题 本身就是 我们的收费这块 其实就是 我的意思就是 你应该提到那种情况 就是大家前期 只是有一个情况 中间而已 它就是一个百分之一 就是百分之一 后期的话 大家如果能拿回钱的话 另外一个就是说 您目前提到的就是 您也了解到了一些这个 就是有些话呀 我在这个电话里也没法说 因为本身是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去 他们去处理这种案子的话 有一些这个 有些猫腻 对吧 你说 咱们其实大家都是这个 但就说什么 这个事情你想往一个好的方向去发展 你一定不是说 我要跟你去 增加对卖盲 那样的话 反而不利益 解决这个问题 你知道吧 就是说 你一定要去增加对卖盲 其实这个事情 会越来越复杂 我刚才前面讲到 这个事情 如果跟你最后想要一个 不太好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努力去 达到的是一种 各方多赢的一个区别 是的 各方多赢的一个区别 不光是 把这个钱拿回来一部分 然后 其实也是说 我们这块 为了保护老百姓的权益 我们也说说 你让国安这块 案子也办得漂亮 法院这块 案子也办得漂亮 大家共同军 都可以把这个事去做好 这个东西是我们需要中间去调和的 是的 如果说你一开始就去 之间的战盲的话 那其实 不是我们一开始的成绩 那种情况 你可以 可以看到 其实你就是计划这个防灯而已 而且你目前 案子已经到法院了 再去追之前的事情 其实是没有意义的 你包括你也讲到了 说这个 在公安也好 在这个检察院也好 在这个检察院也好 其实最终的压力 承诺到了法院身上 法院是最后要做一个定罪 怎么去定罪 法院最后是要对财产 做一个处理 法院要做一个处理 这个东西的压力在法院身上 所以 法院这块数 就是一个很好的 很好的一个突破口 就是因为我们很好 我们要自根反过去 这个事情 这是你要做这个事情的话 我们目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 思路 以及一个基本的一个做法 但是如果说你随着案件的进展 的话 我们可能会对这个步骤 做一些调整 但是就在这个情况下 其实我们一定是一个 因为你没有这个 一成不变的一个东西 如果案件能有变化的话 我们也有意思好久 就是没有问题的 好吧 是的 是的 因为你 我们之前的步骤是怎样知道 大家想象 就是 你不放难内到北京去向防 北京也吸了很多汤 去北京你没效果的 你应该有效果的 其实我这样 就是说我还有一点 跟大家说一下 人比较多的就不爱 其实我们一旦组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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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一定要跟你说的 就是说 大家这个维权的话 咱们要合理合法维权 然后我们要合理合法的去反应 这个诉求 表达自己的想法 如果有律师的话 其实我们不用做这件事情 咱们正常 目前仍然有法律途径可以走 仍然有其他手段可以去借助 因为这个上访 你包括前两天 就是上访 我之前有段时间 是在这个法治日报这块 我之前在那块待了一年 这个我每天也会去见到 各种那样的就是他上访 其实有什么问题 本身啊 你并解决不了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什么呢 你这个上访上不好 还有风险 我们就遇到过很多上访 最后被政府给定了 这个所谓的什么 求量勒索呀 什么这种罪都有 而且前两天 有一个OK交易所 有一个投资人 这块就是在网上去骂他们老板 我看最近是被判了 被法院判民意权侵权 要赔死以外 所以大家还是要注意这个方式 还是要保护好自己 因为这个事情 其实本身因为这个事情 大家已经受了很大的伤害了 你不管是经济上也好 还是对方的伤害 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 你再去处理不当的话 你会给自己造成那样的损失 所以还是要注意一下 这个方法要得到 对对对 那郭律师说的对 基本上是依法 开始肯定是要依法 就是有些违法的 一些顾及行为 你暂时是肯定不可取的 那个前期你肯定是依法进行 那个进行搞 那个那个 第二个我在想就是说一句话 是什么呢 因为他这个 因为我们前期天 也指评了有关律史 经常跟你说的差不多 差不多啊 那个虽然有的地方有出 但差不多 那个 这个案件 那个 到了法院这个关口 确实呢 那个 从 这个 这个 这个角度 还是从法律这个关系角度 是有点迟了 但是 还不算晚 毕竟现在对吧 刚刚到法院嘛 还有是有时间 有机会的 那个 我就想呢 那个 怎么能联系更多的 对吧 愿意请律师的 呃 我们的准备就是 来来来来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 讨论一下就是 呃 看这个这个 一个律师费的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 相关有举证的问题 哎 这个 看怎么来搞 这个这个这个我感觉到就是 就是如果说我们决定请律师 你肯定要走这个这个方向来搞 你不可能就一个人 两个人请律师呢 也没多大 这个就是 那个就是 肯定要联系更多的啊 啊 愿意请律师的 那比方有一百多个人 两百多个人 那是不更好吗 嗯 另外来就是 我就想 这样就是说就是 本身 这样就是说这个事情 其实就是说 呃 我们是认为什么呢 因为本身 其实我们团队 目前在区块行业已经干了三年了 其实这些情况 就是他 除了就是说 他这个行业目前出现的一些资金盘 有这个行业的特点 有这个行业的特点 我刚才为什么要提到 我们要利用这个行业的一些技术 去给这个 案子去提供一些帮助 你包括我们去找这些 去关键的公司 其实我们就要做的 跟之前那些案子 它是不一样的 也是要法官去明白 他跟传销 他是做的不一样 他是不一样的 这里面本身 关于这个资金的流向 关于这个所谓的上下 他也是发现是不一样的 就是要通过这个行业的特点 去把这个问题传达给法官 让法官去想到 这个东西 他就跟传统的传销不一样 他并不是说简单的 所谓的这个像普通的传销一样 有东西就是道具 我搞一个什么这个面霜 搞一个什么这个 这个燕阳品 他不是这样子 所谓的这个比特币也好 以太宝也好 柚子也好 他补生不钱 他就是虚拟财产 对 他已经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具了 对 你们可能把你们家小孩搞出去啊 你们把你们家小孩搞出去 包括之前有些人去 你把这个微信调下去也好吧 我这边也听到这个声音了 就是本身他很区别于之前的那些 所谓的这个传销的案子 因为大家知道这个 所谓你普拉斯托克也好 你本身你平台币也好 还是说你们用的这个所谓的 的利特币也好 它不简单 不是道具 它只是一个就是说我补给钱 变了东西 然后给存进去给大家 其实你本质来讲的话 如果说我们把比特币 把房间接到我们的卡销的话 其实它就是把大家的钱 装进自己的钱包了 而且是什么呢 它自己是编了一个谎言 把你们的钱装到全包了 那其实这么讲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就是炸电 你明白吗 它跟成销是不一样的 成销比如说 我们的叫做成销 我们有一些所谓的产品 你可以发展会员 你产品一套产品多少钱 你有什么样的会员 它是不一样的 对它作为那个那个那个 那个那个手务资产 手务资产和虚拟资产 所以就是说你把这个 所谓的素质资产一块 你把这个环节给它掐掉 就再去看这个问题 其实它就是通过 它虚构了一个所谓的项目 它欺骗大家 这东西有什么 它让大家把大家的钱 装到了自己的钱包里 而且这东西 你的钱包 你的钱一定不是交在你的上线 你们全部都交给了项目方 对 你们所有的钱 一定能做到项目方的 几个钱包里面 对 项目方给你们去 也是通过这几个钱包 我还反例 项目方把这个钱转走 也是通过这几个钱包 你们可以去 你不信的话 你可以 比如说你找50个通知人 你把你们这个 当时所有的转币地址 你们全部去查一下 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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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不可创展的 你可以去看一下 它是非常明确的 不存在任何问题 是的 所以就说 如果你把这个案件 我是认为你把这个案件 作为一个传统的 所谓的非系弹案件 非法系弹案件 去处理的话 那你可能 并没有找到点上 这个点上一定是 它有行业的特点 你要结合这个行业 你要让法官去沟通 你要让法官去知道 他这里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知道这个案件 可能交到法院以后 可能是几十本案件 上百本案件 法官根本没有时间 完全法律案件 好好的去研究一遍 那可能要花 花了很多时间 那你要就是 就是要我把这个 最核心的东西 我传络给这个法官 我就是要告诉你 这里面所谓的 它基本上比特币也好 产品也好 都嫌国家的定性 那另外一个东西 其实就是一个 简单来讲的话 完全可以通过一张图 就可以体现出来 它这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 波场超级社区 那个东西就是 我们就是通过 它上面其实是有 非法在我们工作里面 它表现在几个方面 它下面的话 它又使用了一些 诈骗的方法 它又表现在哪些方面 你这两个条件 它其实就是一个 传销家 即是诈骗 你比如说 它使用了一些 诈骗的方法 比如说 它虚构了资金的用途 它本身 它说的是 我的资金是做量化的 不可能 那都是假的 它又虚构了一个 经营的项目 甚至虚构了一个 高回报率 也隐瞒了 这个资金的去向 甚至于他们肯定 也有去向宣传 这个都没有问题的 这是一个诈骗的方法 另外一个 它有非法这样的目的 你们可以去想一下 没有 就是非法这样的目的 它是一个法律的名词 但是它怎么去 客观去体现的 你们可以考虑一下 我说的几个点 第一个 它没有真实的经营 它不像何位的 我去做一个企业也好 我去做物流也好 还是说我去做餐业也好 它没有一个真实经营的项目 所以它不存在一个利润的来源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它重新的资金没有用于经营 它没有经营的问题 第三个 它本身就没有偿化这个能力 你知道吗 它没有偿化这个能力 第四个 它也没有真实的经营活动 第五个 它也没有所谓的财务制度 第六个 它本身这些钱 你可以看到很多创世大神 它把这个钱 高额的消费 豪宅 所谓的豪车 什么的 其实它本身就没有想换你这个钱 所以它非法这样的目的是非常明显 就是我们去讲这个事实的话 同时你要往法律方面去考虑 它就是使用这样的方法 它有非法债务的问题 那这个案子你要怎么去定性呢 我们在结合这个区块链行业的特点 比如说 你讲的有道理 对 我们去找一些区块链行公司 我们去出一些这个报告 他们从技术角度来 从中立角度去提供一些资料 其实给法国家法官看一下 这个事情它到底是什么呀 对吧 包括目前有相当大的一个资产 几万个比特币 几十万个以太坊 都有的 都在外面 这个资金其实都是大家的钱呀 昨天讲解出了一点 这个钱你要追回来呀 你追回来以后 我们今天交给国家 我们也不愿意给骗子 那是这个问题吧 是的 是的 那个我写的材料 我写的材料 我写的材料也是从 主要一个是诈骗罪 还有一个就是 这制止 这制止 这两个角度来搞的 那个那个大使 他们穿上这边来 所谓这个 我跟你讲一下 所谓的非法祭司 它不是一个犯罪 非法祭司 它只是 法律规定的一个行为 一类行为 这个行为呢 可能触犯七个罪名 是包括了非法秩序公司囚 也包括集资诈骗 当然也包括传销 嗯嗯嗯 还有一些其他罪名 它是一类行为 这类行为可能触犯 不同的法条 所以才有不同的一个定罪 它都属于非法集资类反对 因为本身它目前去 你可以去 如果说你把这个 它中间把这个大家 它诱导大家 把大家的人民币 通过火币OTC 换成素质资产 你把这个过程给它跑去的话 其实它就是把大家的人民币 装到自己的口袋了 那是的 你明白吧 对对对 比如说我把我的民币 我转给您了 您转头就可以卖了 它只是一个通道而已 它到底就不是 那就是个通道 你知道吗 它这个通道 我再想问一下 现在就是 高大教育组 我这两天结束了一下 他们做那个智能合约 那个智能合约 确实是挣钱啊 你比方说 你投资500块钱 那你有时候一请 确实还能够 他挣个三百四百的 那这怎么说呢 骗子 那不是 那不是 我明确告诉你 那是骗子 好吧 那这教育组 做智能合约 这都是普遍形象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咱们就不要说了 不存在所谓用智能合约 去赚钱这个问题 不存在的 现在唯一呢就是 所谓机会员行业里面赚钱 挖矿的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他们去做联盟链的 就是司法联盟链 他们通过联盟链去赚钱 其他的基本上都是不赚钱的 任何告诉你说 所谓的你投进去五百 你钱赚三四百 那我告诉你 你找点车 好吧 那个一定是骗子百分之百的 我们律师出来 基本上不会说百分之百的话 但是那个我也得告诉你 我知道我知道 你们说话比较严谨 那个那个 那我还想问一下 我想问一下 我们中国因为 那个 那个当时我们在参与 这个plus这个投资的时候 比方说他一个 一个手机号只能开个户 一个身份证只能开个户 那我 那个签 比方说我自己 拿我的手机号注册了一个户 然后自己 拿自己身份证验证了一个户 然后再为了我的利益最大化 然后我把我的其余的钱 用爱人的 用孩子的 用我父母的 就用他们身份证用一下 但手机号都是我的 钱是我投的 那这个是不是个人传选 其实你们本质上你们不存在生下机 是的 对 对吧 你们其实就是说 反正你自己的钱 你可以理解为这是薅羊毛吧 因为现在有很多互联网项目 互联网有一个操作 我基本上 因为互联网项目的话 不要说你去测访 不要说你有这个实名 用户的话 其实大家都会用自己家属的这个身份证 去做一个东西 其实传销是什么呀 传销就是说 他一定是上线 从下线的这个营利里面去抽钱 对 他通过拉人头 他通过拉人的门槛 那种方式去实现那种 就是他的一个 因为传销的话 一定是传销里面的运转 才能保证他去赚这个钱 你知道吧 传销组织一旦就崩了 那就完了 其实就是庞氏骗局吧 就是借旧百姓 你知道吧 其实本质上可以讲的话 就是庞氏骗局 你看那个 对 你看我原来啊 我原来是做黄业 就马云干了个事情 我做黄业的啊 那到时我 我成立这个黄业传媒公司的时候 那我给我的就是市场 市场部 也就是那个野务员 他们整体的启程 我也是按照 那你老总 你市场部经理 市场部 市场部 业务员比方说是30%的提升 你哪里业务 那你市场部经理 在这个计划 那你再 就是说咱们这样 就大哥 咱们这样 这个问题 你后面有问题的 我们自己才聊 好吧 这个东西就是 关于成销这款 你们公司的公司 成销是成销 不是一个问题 而且成销的话 其实很明确 你公司这款 你业务员的话 咱们也有直销吧 有直销企业 直销企业 直销员 我们也有直销管理条例 但我们也有承销条例 这个问题的话 你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们自己下 你可以再去找我 好吧 那像你们律师 能不能就是 按照这个共享警戒 或者区块链 送资警戒 能不能向国家司法 法律人大 提出一些 规范性的一些政策出来 或者引导制止这块政策来 其实关于这个立法 这块 本身也是我们想要 去推动的一个事情 包括我们之前 我们也去公益的 去带了一些案件 我们没有收费用 其实就是说 我们要去推动立法 包括我们前期 我们去年带了一个案例 就是关于比特币这块的 一个网络侵权案件 那个案件的最终 最终法院认为 就是法院法官认为 就是比特币 它属于一种虚拟财产 其实我们就是 在通过这种形式 通过个案 去推动所谓的这个立法 因为未来的话 一定是 作为一个新出现的东西 在未来 你包括刚才提到的 自能合约也好 还是全联技术也好 还是未来的一些 其他问题也好 它这个立法不来 就是之后的 是的 作为这个行业里面 其实我们也是 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通过这个 一个时候通过这个案件 另外一个 我们也呼吁 第三个我们会 开一些研讨会 如果有机会 我们也想去推动 这方面的一个立法 但是就是说 它立法的话 本身就是需要 你要知道立法非常复杂 它是需要考虑 各方面的问题 它要不要立法 立法要怎么立 都是个问题 所以就是说 我们肯定是 作为这个行业的律师的话 我们也是 希望去参与到 我们也 有义务去推动 这方面的一个立法 你包括这个国家 对于虚拟资产的一个承认 包括未来一些虚拟的东西 包括它们的Token 这东西本身 其实未来 还是有很大的 争取的空间的 我们肯定会 因这块去努力的 另外就是说 我刚才也提到 其实我们目前 就在立平台本身 这个钱金的费用 其实就是基本的成本 我们是不赚钱的 那其实是什么呢 其实我们也想通过 这种案子去 让这个行业的环境 增加好一些 因为这个行业 如果说全是这种工具的话 而且这骗子 骗完之后 可能也没有什么处罚 或者处罚比较轻的话 那其实 对这个行业 不是好事 我们想为这个行业做一些事情 所以我前天后后 我已经接了很多 波这个投资人这块 跟大家去不厌其烦的 去讲这个问题 讲了一遍又一遍 其实我们就是要去 做一个这个行业的 这么一个推动者 去建议自己的力量 其实是我们是这个想法 我们是这个初衷 这个案子 你说实话 如果我们赚钱的话 我们做其他案子 现在其他的一些案子 我们这块都做不过来 如果你做这个案子的话 其实本身身到这么多人 这么多资产 而且难度这么大 可能最后如果说 没有结果的话 可能对于我们这个 对于我们的名誉 对我们的声誉 也是个影响 因为本身我们的行业 已经很长时间了 大家还是比较去信任我们的 而且我们的媒体关系 也比较好 大家也比较普遍去认为 我们团队会比较 比较强 所以就是说我们也希望 其实作为一些案子的时候 我们也肯定会全力以赴 我们也希望令大家 有个好的结果 但难度很大 你现在你的所在北京吗 北京东城 你们有需要的话 可以过来 咱们面聊也可以 面谈 因为正常来讲的话 如果不是疫情的话 我一定会把你们叫过来 咱们当面去聊这个事情 你们要去看一下我们律所 我们这块要跟你接触一下 去了解一下你们 你们这些就是投资人 因为我们不光是要挑案子 我们还要选客户 如果客户事儿特别多 说实话就是他本身 你有一些不讲道理的话 我们也不会去接 因为这东西 后面很有可能就是说 我要花大量的精力 去跟客户活动 而不是说我把力量 导致到 我们怎么去解释这个问题上面 这个其实是我们要 做这个案子 我的一点要求 我们一定要达到这个程度 我们一定希望就是说 这几个代表 一定是跟内部比较沟通的 你们充分相信我们 我们也会沟通 不要那种就是 咱们互相内部消耗 内部消耗 内部消耗 没有集中调整的问题 也没有意义 你这个案子 内部消耗害得到大家自己 是的 是的 我们既然就刚才你说的 就是需要真正做事的 而且这个是一个 相互配合的一个故事 是的 是的 你说的非常对 你说的非常对 小姐你看一下 大家有什么问题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我这边 你们有问题 赶快提 赶快提 咨询一下 正好律师上午在 对 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提 现在郭律师有时间 郭律师平时也挺忙的 就是今天好几天约了 才那个台上 今天有点时间 抽了点时间 跟大家聊这个事 所以说大家都想想 看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再咨询一下郭律师 对 好 你说 那个什么 我问一下吧 郭律师 就是说这个案子 他现在是在严惩法院 他的态度基本上 跟检察院 跟公安是一致的 这两天有 我们一起的朋友 去问过 也找到主审法官了 态度基本上 跟检察院 跟法院 公安是一致的 所以说这个是不是 哎呀 怎么让这个 法院的态度 态度跟观点 能够转变 这是一个问题 现在 我们刚才所提到的 所有的措施 我们提到的 所有的这些手段 其实就是为了 实现你这个目的 如果说你现在 去打电话 问一下 或者你去找一下法官 你发现法官的观点 跟那个检察院 和公安不同的话 那你这块还做什么呀 是吧 一定是这样的 因为本身 正常来进行出发 他们其实本身 就是一个司法公司 就从公安这块 到检察院到法院 而且这个案子 一定是他们 集体开国会去研讨的 而且这个案子 用判的话 实际上 肯定要 不是困难的问题 咱们要去做这个点 咱们一定要是 从法律本身去出发 我们法律点 是可以说的 而且有很多东西 可以说 我们有很多材料 给你去提供 咱们就不要提一些去 有的没的问题 那些问题 解决不了问题 没有意义 所以就是说 你后面要做的事 你工作 就是要去改变 看法 你明白吗 如果说法院本身 不可以看法 那你也不用 那法院判不得了 这个一点都不意外 一点都不意外 你不用觉得这个 太紧张 但是你要知道 法院目前可能有压力 你知道吧 嗯 这么大的资金 更可能是他目前 始终资料的一个案 算资金量 包括人数 这个钱 一定是这样的 所以就是说 他一定是非常的压力 非常大的 那这种情况下 我们就是要把 采取一些 法律赋养我们的权利 我们去请律师也好 还是我们走一些 其他途律也好 我们就是要去 多方便的去把这个案件 一个我们想要的方向 去推动的 这就是我们后面做的工作 这也是我们为什么 我们今天去开会讨论这个事 其实我们要继续这个问题 对对对 如果说这个问题 我也替大家高兴 大家往前拿回来 多好的事 是不是 然后我这块刚好 给大家提供一些资讯 大家也念我的海 好事 谢谢 那个郭律师 正好我刚才想起来 想起来一个问题 就是昨天 昨天就是我们同工跟那个 那边就是那几个人的律师啊 这几个人律师 就是为什么阴城那边 他们自己假请的律师 为什么不让解禁 然后必须要他们指定的律师 这是 这为什么 就是阴城现在 你说的是这个 几个犯罪行人的律师 是吧 对对对对对 因为阴城指定律师 他们自己假出请的律师 然后阴城警方不让 不让他们不认可 是为什么 所以这就是这个 这个案子啊 存在 某种的阻力啊 阻力啊 阻力非常大 各方面其实 他们现在也是也正在 草木揭兵 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去这个 严格来讲的话 不应该这样 但是这个事情 就特别犯了 还有 如果说 还有就是 昨天一问那个 那个姓呂的那个律师 他说 现在是疫情期间 那个法院 对那几个犯罪行人 暂缓审判 这是什么意思呢 暂时先不开庭 疫情期间嘛 因为 聚集太多的话 容易出问题嘛 这个是特设办 这个没什么问题 哦 程序问题 嗯 我们前两天在 资格宣判的 也是传销的 呃 我们是作为辩护律师 然后呢 也是在 年轻在这个 上周吧 还是上上周 我们收到反映通知 这个案件要延期宣判 也是因为这个 疫情方面的影响 因为疫情的话 对反映都有多少有影响 尤其是一个审判活动的 你这么多被告 你要全部聚集到一起 你去开庭 这块也很麻烦 他基本上会去延期宣判 那这个案子 正常来讲的话 三个月的时间 那可能会往后拖一些 是有可能的 这个没有问题 那个还有就是 那个 昨天他们假诉 打到我们面啊 就是按了免期啊 那个打了电话 问阴城那边的律师 阴城那边律师 拿到那个起诉署 就拿到了 他们假诉 要这个起诉署 为什么律师不给他们 是犯罪嫌疑人的律师吗 对 犯罪嫌疑人 那就是他们指定的律师 他们假诉 我要这个检察院的起诉署 他们不给 第一点就是你要知道 就是目前那个阶段 案件没有经过不开始判 目前所有的案件 都是保密的 严格的意义上 都属于国家机密 这个 律师 是不能把这个东西 去交给这个 他的这个当事人的 你明白吧 他属于国家机密 另外什么呢 就是说 这个事情到目前这个阶段 就是 律师这块呢 他也会多少少去 付给一些东西的 所以他也没有办法 交给律师 因为那个案件也好啊 起诉书也好啊 案件也没公开判断 所以就是这个案件 可能目前这个阶段 都是保密的 保密的 而且严格来讲的话 律师是不能把这个材料 去随便整 一定要懂这个案件 比如公开审判了 基本上 大家就知道这个案件 基本情况了 那 正常来讲的话 是我们也 案件比较特殊嘛 也会考虑这个东西 可能 因为其实说实话 给你那个家属看的 也没什么意义 你也看不出什么东西 那个起诉书就是企业职 那我们 那 那我们 如果说 我们现在作为这个受害的 这个用户啊 或者就投资人啊 这个前律师 呃 我们的 我们的这个 这个身份 那个我们 去 去去去去 去跟阴城法管 合同 还是起诉 这个 阴城找到的那几个人 那个 那那边的法管 能不能接近 或者就是 接受我们的律师 这样 这样 比如说 如果说这个案件 目前定的就是传销的话 大家的身份是非常尴尬 首先第一点 你是不能直接所谓的 你去起诉这几个被告人的 你是不能去起诉这几个嫌疑人的 因为目前这个案件 涉及到刑事 先审理刑事 先审理刑事 你们是不能直接去 另外的 如果说你们的身份 你们不是受害人 那你们的律师的身份 也会比较尴尬 但是是什么呢 就是如果说你们是有人去找法官的话 法官肯定是不会见你 因为人太多了 怎么见呀 但是呢 如果说你们是委托律师了 我们律师带着手续 我们是有可能去找法官 去把材料交给法官 是这样 是这样 对了 同时呢 包括我刚才也提到 就是说大家可不可以 连边去写一个 我们共同的一个请愿书 我们要把我们的情况 我们的法官去说一下 把我们的想法 我们的诉求 给法官去传达一下 让法官知道 目前有多少人 在关注这个案子 让法官知道 因为这个案子 目前有多少人受害 是吧 你还是要去做一个 交流的 但是正常来讲的话 对于事实上法官 比你们更好一些 是的 对于是 对于事实上 是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说 后续开庭的话 我们会跟其他 都去 我们希望就是 反正去 有几个 有几个代表席 这几个代表席呢 可以说明 参与人也好 受害人士分也好 你们去参与这个行政 去旁听一下 去旁听一下 你们审 这都是后面 可以去沟通的工作 可以沟通的工作 那我们如果说他是 哪就是这个性质改变不了的话 那我们就是通过律师 比方说郭律师 那如果说就是郭律师 怎么可能会让你们去调卷 那如果让我们去调卷 那好了 我再往最后一下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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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这个郭律师讲的还是挺舒服的 看你们少两下下不怎么管 他的律师已经讲得很清楚 他的律师费是按照就是表结的1% 然后其他后期的那是奉行代理 还有我们的资产能拿过来多少 能拿过来多少 现在都是问号 就能不能拿回 能拿回来多少 都是问号 拿回来他也不敢说了 就是问问他有概率多少 他都不说我 这概率 我问一下 那个刘总啊 他讲 他如果说就后期回来不了了 那他那就是 前期能不能跟他谈一下交给0.7%或者0.8%啊 不用1% 对啊 这可以谈的 刘总你讲的对的 可以谈 他不能说他讲1%去1% 那他这个 他这个奉行 他第一个前期的 他前期的就是可以跟他谈 这是一个 第二个后期 这个奉行 比方说 拿不回来 那肯定他不会要的了 第二就是 拿回来多少 他还按着什么比例 你比方说 你投了100万 后来最后 能拿回来一点钱 就拿回来10万 那你这10万 是按多少钱 你讲的跟我讲的是两个意思 知道吧 你跟我讲的是两个意思 就是说 万一能拿回来 比方说 我100万 最后就拿回来10万块钱 就拿回来10万块钱 那这个 这个 这个 这个奉行 带了一种 那 那这个怎么办 我给多少 这个倒是 他不是这个意思吗 他不是这个意思 怎么可能是这个意思呢 他不是这个意思 他不是1%吗 这1% 1% 不管拿回来都要 他都按百分之十算 他是这个意思 百分之1 全期 全期是百分之1 这个就是说 你起诉多少 你本金 我们要让他去导致 导致这个官司的活动金费 先给百分之1 跟运定金一样的 如果打赢了 不管多少 打赢了不管多少拿回来 按百分之十给他 比如说你100万 拿回来50万 你又给他五万块钱 嗯嗯嗯 你比如说你拿 拿回来40万 你又给他40万块钱 嗯嗯嗯 那奉行吗 他是个奉行代理 不过那个什么 他拿回来的百分之十 不要的这个 他只是那么一说 他这个也挺高的 一般没有那么多 也就个几 百分之一二的 我觉得 还有那么百分之十 他这个是奉行 他是奉行代理 奉行代理是这样 如果你钱拿不回来 他也拿不到 他这个后期 他是奉行 钱拿不回来 我们自己 他只有拿 百分之十 这个钱 就不够 他是奉行代理 他也不回 对 所以说他 那我们就是把 前期那个定金那部分 就是那个 贪自己点 00级 那后期这个奉行 这一块 看看我们在这个呢 怎么怎么贪 对对 其实可以查 他现在是说百分之十 但是咱可以给他要求百分之三 二啊 一般我之前打的官司是百分之一 拿回钱给人家百分之一 但是现在他要百分之十 我觉得挺高的 再咨询一下 其他的律师有这样收费的吗 咱都多问几家 你那个不是 你那个不是奉行代理 他这是奉行 他等于是带于奉行代理的感觉 前期交的也不多嘛 前期你委屈也不多嘛 前期就是百分之 他们有一个收费标准 有标准的 看一下对吗 查一下 他有有有标准 他认识这块 全国各界他标准不一样 对 对 我去年打了个官司呢 我去年打了个官司是这样子的 有一个朋友 他说我到我这里照片 一百万 一百万的我去打官司 但是那个时候不知道了 不知道了 法院已经把我判给了 一百万不必去拿出去 那个事情我不知道了 这后年我走了一个队里 走一个律师队里 那个律师说 这个官司肯定打得赢的 如果打不赢 我一放钱不秀你 如果打得赢 你给我二十万 他这么说道 但是你前期先给我十万块钱 打不赢 我十万块钱贴给你 这我一定没想给他 先给他十万 把这个合同 签丢了 签丢了之后 反正 都去写一道 销量好多 如果打不赢 你二十万 十万块钱 反正就退还给我 打得赢 我还要再打 打得十万块钱 这样说好多 结果你这个官司肯定还给他打赢了 如果打不赢 这个律师就犯贤 那是不多的 是的 是的 这就是真正的负行代理 对的 刘总这个是对的 真负行代理 他这一分钱都不要 那他有把握 因为这个案子 这个律师肯定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肯定能打赢的 所以他才会这样 对对对 但是咱们这个案子 我觉得可能不是说是那么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是的 是的 但是 不是你先听我说 这样说你 那我们去年那个律师 他修了百分之二十万用 一共自己一百万的货款 对吧 他拿去要要二十万 那是啊 他奉行代理 他就是这么回事 就是说你只要你愿意接受就行 这个没有太大的标准 真常标准是多少 所以说这个 你自愿的话 只要你能接受就可以 你百分之五十给他也行 是的 奉行代理 奉行代理就是这样 你看就是怎么去谈了 对 你打不赢 人家一分钱一钱 一分钱都不要了 这一次费的 这就是 嗯 是的 那个 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马上谈的问题 咱们去谈嘛 就跟他谈这个问题 现在确定的是带不带 这也是肯定要对的 我是肯定要对的 就是谈能不能前期给 百分之零点击 或是零点八 不能谈下来 几乎两百万对吧 两百万 我要先拿个 哪个 百分之一 两万块钱 两万块钱 拿个 一万四五也好多了 那时候拿一万是最后 他不是说 看总共一个 一个总共一个 那个 那个 标记是多少吗 如果说咱们总共标记 能达到什么数字 让他跟他谈 达到什么数字 是数什么 数什么区间 是达到什么数字 是什么区间 就行了吗 对 你如果说 我们这几个人 如果让他呆的话 他就要求百分之一 如果男员没占家的呢 就这么几个人 就这么几八个少年一个人了 男员没占家的情况下 他就学百分之一 如果男员占家的话 比如说三四十个人 要有一两个日 就上一两个日 那可能百分之零点五 他也很赚 对对对 是的 你如果说 你看我们这个创世这边 他就两个多亿了 他这个是 整个就两个多亿 他这个两个多亿 他昨天他 他也在咨询律师啊 那这时候就可以跟他谈 就是我们表达两个多亿 你不能再按百分之一干 对 如果想这样 百分之一干 两个月还没干 把两百万出去了 不是 开火灯上量一下吧 好 好的好的 在中午了 嗯 吃饭了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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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